来看一下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对今天晚上是 七点到十点直播 然后明天下午还有一节 明天下午是两点到五点 明天下午是两点到五点 咱们通过今天晚上 加上明天下午的两次课 就会把金融工具的伎量 简直以充分类全部都讲完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同学可能没有下载讲义的 这个讲义的下载位置 再次给大家说一下 进入到我们我的网校我的家 然后你选择这个会计 然后往下拉就能看到 带着小薇老师头像的这个基础增奖 2023年 然后呢你点这个下载讲义 点这个下载讲义以后呢 你会发现它正常的显示是这一页 然后你再点这个预习讲义 下面呢咱们金融工具 这一张的讲义已经都上传了 它是一个文档啊 大概是有70页 咱们是讲五次课 上周呢咱们已经讲了一次课了 然后今天是第二次课 今天是第二次课 上课呢一定要带着讲义啊 你没有讲义的话呢 你的听课效果会大大折扣 明天的上课时间有变动吗 明天上课时间没有变动 明天我们公布的就是明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啊 就是怕有同学记错了 所以特地的给大家说一下 明天我们公布的上课时间 就是下午的两点到五点钟 因为正常的话呢 呃咱们很多课程都是晚上的 但是因为明天是周末嘛 明天是周末 呃咱们定在了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课表就是下午的课 对的啊 课表就是明天下午的课 特地的给大家说一下 只看见小蜜蜂走路的同学啊 刷新一下你的这个网页 好咱们的时间到了啊 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工具的这一张内容是特别的多 老师呢 一共给大家梳理出来了 是六部分内容 其中第五 第六部分呢 不太重要 那么剩余的其实就是五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呢 是概述 第二部分是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的分类 第三部分是金融工具的计量和成分类 第四部分就是金融资产转移 第五部分呢 就是套期筷子 一共是这五部分内容 这五块内容呢 咱们预计会讲五次课 咱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一次课了 咱们已经把第一部分内容概述呢 彻底的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第一部分这块呢 我们重点学了什么 我们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我们学了什么 我们其实主要学的就是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它们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金融工具呢 金融工具它是基于合同的 合同呢 就存在两端 一方呢 要确认金融资产 另外一方呢 要确认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到底什么是金融资产 什么是金融负债 什么是权益工具呢 我们讲了它的概念 金融资产它的定义中呢 涉及到四条 然后这四条呢 它跟金融负债的四条呢 是刚好对应的 金融资产这边是 我们要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 那金融负债呢 就是付钱的义务 金融资产是在潜在有利的调整下 金融负债是在潜在不利的调整 一方收钱一方付钱 这样我们就搞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们合同的另外一端 它要确认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到底要确认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呢 这个问题呢 非常的关键 就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这块内容讲的特别多 但是呢 老师给大家总结了 就是这个图 小女孩的这个图 就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看我们是否存在无条件的避免对外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 如果能避免 那就yes权益工具 如果不能避免 那就no金融负债 特别简单 就看能不能够避免对外给钱 接下来就是 如果是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的方式来进行结算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 是非衍生工具合同 还是衍生工具合同 如果是非衍生工具合同的话呢 我们要看有义务对外交付的是固定数量的真实权益工具还是可变数量的 如果是固定数量的那就是yes权益工具 如果不是固定数量那就是no金融负债 如果是衍生工具合同的话呢 比如说任股权证股票期权 那我们就看是否满足双固定 如果满足双固定 那就是yes权益工具 如果不满足双固定 那就是no金融负债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学了八个特别判定 就是到底是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总结来考虑八个特殊的情况 好 这就是我们上次课所学习的主要内容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继续往下学习 接下来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它是单独的 我们先学金融资产的分类 这个呢相对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啊 这个金融资产到底应该分类为 哪一类 为什么 请说明理由 再有就是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的分类呢 相对来说呢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块我们把握重点 就是金融 资产的分类 那金融资产这块呢 它既然这么重要呢 老师又给大家晋升了一个总结 总结为23456 23456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说2 就是两个分类依据 我们要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 那首先就得有分类依据 两个分类依据 一个是管理金融资产的右模式 一个是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这两个是什么 我们待会儿两次的说啊 通过两个分类依据 我们把金融资产分成三大类 分别是简称 贪 中 损 这三大类呀 哎 后期我们会特别的强调四大快的科目 第一类金融资产是债权投资 第二类金融资产如果是债权性的投资 我买的债串的话呢 哎 合算科目叫其他债权投资 那如果是我们买的股票的话呢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第三类金融资产索文合算科目 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四个非常关键的筷子科目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计量的问题了 计量这块呢 老师会重点给大家讲五道大体 这五道大体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典型 金融资产这块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五道大体 首先说 第一道大体就是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肯定是债权性投资 我们简称贪债 这第一道大体 第二道大体呢 就是第二类金融资产 以贡于成本计量的筷子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如果它是债权性投资的话呢 我们叫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它的计量这块呢 我们叫 综债 综债 然后第三道大体呢 就是 第二类金融资产 以贡于成本计量的筷子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合算根本是其他权益国内投资 但是因为它是股权性投资 我们简称为中股 这第三道 第四道呢 就是 交信融资产了 它呢 是既可以合算股权性投资 也可以合算债权性投资的 如果是合算债权性投资的话 我们简称 损债 合算股权性投资 我们简称为损股 那一共是这五道大体 这五道大体 咱们会带着大家 一个一个来进行学习 后期我们练习的题目 都是基于这五道题目 来进行变成的 好 这是五道大体 大家就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六项重分类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分类的话呢 是分为贪 中 损 那分分类以后 在 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如果发生变更了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金融资金 重分类 但是这个重分类呢 它只能是 债权性投资进行 重分类 对于股权性投资 一个中股 一个损股 这两个是不能重分类的 只有三个债权性投资 是可以进行重分类的 那其实也就是说 贪债 宗债和 损债 它们三个之间 两两进行重分类 那 两两进行重分类的话 那涉及到双项的问题 所以这块一共是 六项 重分类 这是我们在金融资产 这块索要设计的内容 整体而言 就是 二三四五六 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来详细的 看看到底 这个 二三四五六具体 它们指的是什么 我们如何来进行分类 如何来进行计量 以及 怎么样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重分类 重分类的话 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进行快递核算 好 咱们先来看 金融资产的分类 分类一定得有分类依据 那 我们刚才讲到了 是两大分类预计 我们通过管理它的幼模式 和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这两大分类依据 对金融资产分成三大类 我们刚才说的是简称 贪 中 损 全称叫什么呢 第一类金融资 后期咱们说第一类金融资 你都知道 说的是什么 是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金融资产 是以公元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第三类金融资 是以公元价值量 且其变动计入 当其所谓的金融资 这是一个分类的结果 那我们到底 这两个分类依据是什么 如何将其分类成 这三大类了呢 咱们具体来看 两个分类依据 第一个分类依据 是管理金融资的业务模式 什么叫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其实它说的就是 我们企业 是如何来管理我们的金融资 我们买的股票也好 我们买的债券也好 那我们如何管理它 能让它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钱 我们能赚钱 我们是如何管理它 让它给我们产生现金流量的呢 这是我们管理它的模式 那你说我们管理我们的股票啊 管理我们的债券 都有什么样的模式呢 我们如何让它来给我们产生现金流量呢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比如说 我们买的债券 我们买的债券 那基本上我们都是 哎 买了几年 五年 然后呢 在这五年的期限内 我们就去 收利息 然后五年之后收一个本金 对不对 这就叫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这合同约定好了 五年之内的 本金是多少 利息是多少 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是不是 这第一种 我们管理它的模式 就是收本金 收利息 第二种 就是出售金融资产 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买的股票 买的股票 我们作为一个散户而言 我们基本上都是低买高卖 我们想赚差价 对不对 就是出售金融资产 哎 等着 涨钱了 我们就卖了它 低买高卖赚差价 这是第二类 管理它的模式 第三种就是 两者兼有 那两者兼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买的债券 我们迹想着说 如果你没有涨价 那我们就收取 我们的合同现金流量 就是收本金 收利息呀 那如果我们发现 它的供应价值上涨了 我们也可以适时的 把它卖掉 或者说我们企业缺钱了 现在现金流不足了 那我们就考虑把它卖掉 来维持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啊 那就是两者兼有 对吧 其实大家会发现 对于管理我们的金融资产 让它给我们带来现金流量 这个和我们的什么有点像 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投资性房地产有点像啊 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说我们的地 我们的地 我们可以啊 把它租出去 我们收租金呢 我们要是收租金的话 那不就是收取合同性的流量吗 对吧 我们也可以怎样 我们也可以自己不用 也不给别人用 我们不租出去 我们就让他在这儿 空闲着 低买高卖 转差价 那不就是持有以备增值吗 对吧 如果我们持有以备增值的话 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买的股票一样 低买高卖 转差价呢 那我们如果是投金房产 我们也可以两者兼有啊 也可以两者兼有 我们一方面 哎 我们让他在这儿 收了租金 然后如果说房价上涨了 我们也可以想着说 哎 我们要把它卖 卖出去 对吧 也可以两者兼有 所以其实 对于金融资产 我们管理他 我们收取 现金流量 这个现金流量的来源 和我们前面所学的 这个基础资产 投进房产 是类似的 这就是我们管理 它的业务模式 那具体而言 我们来看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这块呢 分了 三种模式 第一种就是咱们刚才所谈到的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其实说白了 就是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收取我们合同所约定的 现金流量 在这种模式下 我们企业管理金融资产 目的就在于通过 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 比如说我们买的就是五年 那我们就在这五年 收取合同付款 来实现我们的现金流量 而不是通过 持有并出售金融资产生 整体回报 就我们不是要把它 低买高买钻差价 我们就是想收取合同 存续期内 这个现金流量 咱们来看一个题目 这家企业购买了一个贷款组合 且该组合中有包含 已发生性简直的贷款 就是一个贷款 如果贷款不能按时偿付 那我们也考虑通过各种方式 来尽可能实现合同现金流量 这也就是说我们 管理它的 目标就是要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比如说通过邮件 电话等各种 催收的方式 让这个贷款人来还钱 同时 家企业签订了一项利率互换合同 将贷款组合的利率由浮动利率 转换为固定利率 这也就是说 我们想通过一切的方法 来尽可能实现我们的合同现金流量 那么在这样的U模式下 就是第一类 U模式呀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目标 即使说 我们预期无法收取全部的合同现金流量 可能部分发商的信用简直有些贷款人 他就不还钱了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U模式 不影响 我们就是第一种U模式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接下来再说第二种 就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U模式 那其实这种模式说的是 我们的管理人员就认为 我们既想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也想低买高卖赚差价 两者都想要 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看着低买高卖 我赚差价 我能挣得更多了 那我就把它卖了 如果说不能赚得更多 那我就持有它 收取本金收取利息 或者说我企业缺钱了 我现在确实是现金流要断了 那我就赶紧把这个东西卖掉 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第二类U模式 看个听 加银行持有金融资产组合 以满足每日的流动性需求 加银行为了降低其管理流动性需求的成本 高度关注该金融资产组合的回报 组合回报包括什么呢 包括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 这是一个 还有出售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 这又一个 这是不是就是想说 我们现在这个银行 那就是两者都想要啊 我又想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想低买高卖 赚差价 我高度关注金融资产组合的回报 两者都想要 那就是第二类U模式 第三类 那就是其他 你看 第一类是单纯的收取恒线流量 第二类是两者都想要 那第三类呢 谈到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兜底的条款了 就是不是前两组 剩下的全部都是其他的 它是一个兜底的条款 比如说 其他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交易性的 我买股票 我单纯的就是想低买高卖 赚差价的 只要能赚差价 我就立刻给他买掉 或者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做出决策 并对其进行管理 那这块有个提示啊 什么情况下 表明 我们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交易性的 三个 第一个 说三观 金融资产 我们取得的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近期出售 我们不是打算长期持有的 我们就是 为了近期出售 就是低买高卖资产价 第二个 是相关金融资产在初始确实属于集中管理的可辨认 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 并且有客观证据表明我们近期实际存在短期获利模式 为了短期获利的交易性的 第三个就是相关金融资产属于衍生工具 一般这个衍生工具的话呢 就是交易性的 有特殊情况 符合财务担保合同定义的衍生工具 那这个呢 不考 你把它划掉就可以了 以及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延伸工业合同 有效套期工具的延伸工具 这个咱们在套期会计中讲 应该是在下下下次课就会讲到 咱们在套期会计中讲这个问题 这个是要 会的 是关于我们管理金融资产的右模式 三类右模式 第一类就是单纯的收取合同性流量 收本收西 第二类就是我既想收取合同性流量 又考虑低买高买算差价 第三类就是其他都底的 这是第一个分类依据 管理它的右模式 接下来是 第二个分类依据 就是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什么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呢 它要给一个定义 它指的是 我们金融工具的合同约定的 我们金融工具不是要签合同吗 那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就会约定 这现金流量是什么样的 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征的 现金流量属性 合同中约定好的 现金流量是什么样的 这句话呢不太重要 你不用过多的纠结它 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给打上重点符号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企业分类为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产 其实也就是 第一类金融产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产 那也就是第二类金融产 这句话谈的就是第一类金融产 贪和第二类金融产 宗 他们两个会怎么样呢 贪和宗 他们两个的合同三金流量特征 应当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第一类金融产 贪和第二类金融产 宗 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必须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那老师 什么叫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这句话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 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 合以未偿付本金 就是我们可能 在收取这个金融资产 现金流量的时候呢 我们会适时的收一部分本金 然后再收利息 那我们后期产生利息 是不是就是没有偿付 没有归还我们的本金 所对应的利息 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好 整个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我给你翻译过来 就是说 第一类金融资贪 和第二类金融资宗 他们两个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必须得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听好了 我再说一遍 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说的就是第一类金融资产贪 和第二类金融资宗 他们两个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必须得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能不能还有别的不能够 必须得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如果人家 听不懂谈到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这句话你得知道 他说的就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利息 不能有别的东西 那其实通过这句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我们买的股票 你说 我们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他可能是收取本金收取利息吗 可能吗 就不可能 你说债车他才会 在合同中约定好 本金是多少 利息都是多少 那股票 他就不可能是单纯的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所以 如果是我们买的股票 那他按照这个说法 是一定不可能是贪 不可能是宗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所买的股票 按照这个说法 他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损 他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损 为什么 因为第一类金融资产 和第二类金融资产 它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必须得只能是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而对于股票 他就不满足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他就不能通过 我把这话给你写一下 叫他不能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这是我们的股票 买的股票 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一定不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所以他不可能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和第二类金融资产 他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因为他通不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这个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SPPI测试 有时候你可能会 在辅导书上 或者是在题目中 见到这样的说法 你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要是通不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或者我们说他通不过SPPI测试 那么他就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损 或者说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并不是与基本借败 并不是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那他就不能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不能是第二类金融资产 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明白了吗 就这句话很关键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两个分离一句都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来对我们的金融资产 来进行分类了 看好了 我们三类金融资产 第一类是贪 第二类是贪 第三类呢是损 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什么呢 同学们我们首先看什么 我们首先去看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首先去看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这块就是这句话 也就是说就去看他能不能通过这个SPPI测试 如果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说明什么 说明他能通过SPPI测试 那他就可能是贪可能是中 能通过就一定是贪或者一定是中吗 也不一定 也可能是损 因为损是兜底的 他是无要求 他是无要求 挺好了啊 我再说一遍 如果不能通过SPPI测试 那么他就一定是损 但是如果能通过SPPI测试 那么他就一定是贪或者是中吗 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的损是兜底的 他是无要求 无要求 接下来 看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以后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他不能通过SPPI测试 他就只能是损了 只能是损了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 你看 这个权益工具投资 他就只能是第三类 他就不可能是第一类和第二类 不可能是第一类第二类 而对于债务工具投资 那他就既可能是第一类 也可能是第二类 也可能是第三类 为什么 债务工具投资 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能通过SPPI测试的 他涉及到收稳金收利息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买的股票 这个权益工具投资 他就只能是损 好 看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我们再来看管理他的用模式 刚才咱们讲了 用模式有三种啊 第一种就是收取本金和利息 其实就是说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如果我们管理他的用模式 就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那这就是第一类集中产了 以太余成本次量的集中产 比如说我们的贷款 贷款这个是商业银行用的 合算科目 就叫贷款 还有债权投资 这是咱们后面要上次讲的 点层的第一类集中产 贷款 还有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一般我们都会收取本金收取利息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这都是第一类集中产 然后再说第二类集中产 那管理他的用模式就是收取本金和利息 同时我们还关注什么 我们还关注我们事实的可以考虑出售他 我们两者都想要 两者都想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将其分类为第二类集中产 以公运在这两企业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产 这块合算科目 包括其他这类投资 你看第一类集中产就叫债权投资 第二类就叫其他了 多了两个字 其他债权投资 除此以外呢 我这块又写了一个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那有同学就发现了 说老师那优胜账款应收票据 他到底是第一类集中产还是第二类集中产呢 要注意 他可以是第一类集中产 也可以是第二类集中产 那你说那第一类集中产和第二类集中产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这个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我们有没有想要适时的考虑这个现金流啊 我们要出售他呀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考虑 管理他有没有是有考虑出售的这一项的话 那就是第二类集中产了 那就是第二类集中产了 那如果是第二类集中产这个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话 他还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吗 对的 注意啊 他的核算科目 还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在此处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在哪有区别呢 在报表项目中就有区别了 这个咱们在财务报告的那一章也会讲 在报表项目就有区别了 如果他是第一类集中产的话呢 他就正常的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那如果他是第二类集中产的话呢 如果他是第二类集中产的话呢 这个叫应收款项融资 这个曾经是考过的 如果他是第二类集中产的话呢 他叫应收款项融资 好 这是第二类集中产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类集中产 第三类集中产大家就会发现 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呢 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的 无论他能不能通过SPPI测试 无论他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是不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收取利息 重要吗 不重要 无所谓 因为这是一个兜底的条款 我们管理他的业务模式 那就不属于第一类 不属于第二类 就剩余的其他的 其他的 他可以是在我公地投资 也可以是权益工地投资 无论我们买的股票啊 买的债券啊 都可以是这一类 没问题 核算科目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 交易性金融资产呀 他是既可以核算股权性投资 也可以核算债权性投资 都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分类的一个结果 我们根据两个分类依据 管理他的业务模式和合同先进流量特征 我们把金融资产分成了三大类 贪 中 损 到这为止 你看没有问题吧 都能会分啊 分类的时候 我们先看 合同先进流量特征 看他是否能够通过SPPI测试 如果不能通过的话 直接就是第三类了 损 交易性金融资 如果能通过的话呢 我们再往后看 他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这个时候呢 分类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同学们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发现 我们买的这个股票 他就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只能是以公元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当其所以的金融资产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买的股票 他是一定不能通过SPPI测试的 一定是不能通过 这个合同先进流量测试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分法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买的股票 他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不能是第一类 不能是第二类 不能是第一类 不能是第二类 那怎么办呢 毕竟我们买的股票 有可能我们就是长期的 我们就是想战略持有的 我们现在投资了 我们现在投资了 战略投资了一个公司 我们就是想要 长期长线 放长线钓大鱼的 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并不关注这家小公司 他的公运价值变化 如果说我们不关心他的 短期内的公运价值变化 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让我把我买的股票 去认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以公运价值剂量 且这变动要记住到 当期损益 那你想对于这样的小公司 他可能在短期内 他的股票就是各种波动 他一波动 那我以公运价值剂量 我这个公运价值变动 就要记住到当期损益呀 那就要影响我的快计利润 而我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的 我并不关心他短期内的这个波动 所以我以公运价值剂量 没问题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我不想把公运价值变动 记住到当期损益 我不想让这个公运价值波动 影响我的快计利润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来了一个特殊指定 特殊指定 我们同样的以公运价值 来计量这个金融赛 但是呢 把公运价值变动呢 记住到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它是一个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我调公运没问题 但是我把这个公运价值变动 记住到所有者权益 那就不会影响我的利润表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愿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来了一个特殊指定 就是 把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我并不关注短期的这个变动 我是非交易性的 我买的股票 我不是分类了 这个时候就是特殊指定了 我是指定为 以供应在这场体积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赛 那这就是第二类金融赛了 我们刚才谈到说 第二类金融赛 如果按分类的话 那它只能是债务公运投资 这是分类得到的 只能是债务公运投资 而现在我们谈的是指定 我们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 非交易性权益工运投资 指定为第二类金融赛 比如说企业 投资其他上任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非上任公司的股权 我们可以指定 这个指定 一经做出是不得撤骚的 合算科目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指定 我们现在是把我们买的股票指定为第二类金融赛了 所讲的那个权益工具的定义 必须得满足 我们善杰克所讲的权益工具的定义是咋说的 权益工具的定义是不是谈到了 他把金融负债定义的那四条彻底否定了 如果那四条全部都否定的话 那就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对吧 如果从发行方的角度而言 他满足了权益工具的定义 那么从我们持有方而言 我们就可以将其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这块涉及到双方 我们讲金融工具 它是基于合同的 我们现在是基于这个合同买的股票 合同涉及到双方 一方是持有方 一方是发行方 所以这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谈的是金融资产 我问你 金融资产是对持有方而言的 还是对发行方而言的 金融资产是对持有方而言的 还是对发行方而言的 对持有方而言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会计组体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会计组体 我们从他这买的股票 我们要想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要求什么呢 注意啊 不是从我们这边看 他是否满足权益工的定义 而是从对方的角度去看 他是否满足权益工的定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考虑合同两端 一方确认金融资产 另外一方确认金融负债 或者是权益工具嘛 对吧 所以我们要从他这边来看 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听好了 如果从他这边来看 他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也就是不是金融负债 OK 那我们这个持有方 我们可以将这个股票指定为 第二个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是要看 发行方这边 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如果他这边满足的话 我们可以将其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可以进行这个指定 到这还没有问题 再往下 那他这边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呢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上节课我们讲了八个特别判定 你还记得吧 我们讲了八个特别判定 其中第五个是可回收工具 第六个是发行方仅在清算时 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 其净资产的集中工具 八个特别判定中的六个 这两个 第五个和第六个 这两个 有一个特点 这两个本身呢 是不符合我们权益工具的定义的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的话 咱们再说一下 这两个谈的是什么 这两个谈的是 可回收工具 如果人在让我们回收 我们得给人钱 发行方仅在清算时 才有义务向另一方交付净资产 如果我们这个发行方清算了 我们就得向对方交付我们的净资产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必须得给钱 对吧 仅仅是在清算时给钱 那也叫给钱 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的话 就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满足了 金融负债的定义 因为在清算的时候得给钱呀 就这两个特殊情况 它是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特殊性 怎么特殊了 清算的时候才给钱 那不就是所者权益吗 对吧 所以即便它满足了金融负债的定义 但是我们从发行方的角度 是不是最终将其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这是不是我们上次跟讲的 即便它满足了金融负债的定义 但是我们将其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虽然我们得给钱 但是我们是在清算的时候才给钱 所以我们将其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没毛病吧 OK 从发行方这边 我们将其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但是它是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的 它是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的 是吧 好回到这边来 我们现在是持有方啊 他这边不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 他这边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但是因为特殊情况 我们将其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所以我们持有方这边 能不能将这个东西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可以吗 不能 这么一大篇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有没有说清楚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清楚了是吧 清楚了 就是看 他到底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就是抠这个定义的 而不是看他到底确认为什么了 他即便确认为权益工具的 但是他是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的 那么我们资产的持有方这边也是不能将其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 投资的说的就是这样的 说的就是这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来了一个特殊指定 我们在分类的基础上来了一个特殊指定 那么我们指定完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指定完了的一个结果 看这个图你们的讲运上是有的啊 看好了 我们金融质量的分类 按照两个分类一句 管理他的用模式和合同限量的特征 我们将其分类为三大类 贪中损 贪中损 但是 我们分类完了以后呢 第一类中产贪 他呢 只能是债权营投资 贷款 债权投资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等等 第二类中产贪中 他分类完了以后呢 他是其他这些投资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等等 第三类中产损 他分类完了以后呢 就是交易中产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股权限投资只能是交易中产 所以呢 我们就来了一个特殊的指定 看好了 上面都是分类的 分类的 而这块是指定得来的 我们将其指定为 第二类中产 以公允在这场 起变动记录 其他 综合收益的进入产 科目叫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所以 一个分类再一个指定 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 第一类中产 贪 他只能是债权性投资 我们简称为贪债 而第二类中产 中 他如果是分类的话 只能是债权性投资 我们简称 中债 但是呢 他除了分类还可以指定 指定的话 我们可以指定股权性投资 为 中股 有分类有指定 第三类中产 损 他呢 那就既可以核算债权投资 也可以核算股权性投资 损债损股 为什么 他是既可以核算股权性投资 也可以核算债权投资 因为他是兜点的 这是我们分类 在指定的一个结果 就说完了 关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好 那接下来说一个小提示 说企业在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确认的会有对价 构成金融资产的 这个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 以公元家进行企业变动 记住当其损益的金融资 不得指定为 以公元家进行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什么意思呢 哲理的 比如说 我们甲公司 现在呢 要从乙公司手里边 买他的一个子公司饼 原来乙公司持有饼60%的股权 现在甲要从乙的手里边买过来 那原来这个饼就是乙的孩子呀 现在甲要把乙的孩子买过来 买完以后 那么甲就拥有了这个孩子 60%的股权 能够控制他 那么饼就变成了甲的孩子 这就形成了 非同乙控制下的结合并 那在甲跟乙习商 说要从乙手里边买饼60%的股权的时候呢 涉及到一个问题 因为甲他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饼 因为你了解别人家的孩子吗 你想把别人家的孩子买过来 你不一定了解这个孩子到底 学习好不好呀 然后听不听话呀 是不是 不是特别了解 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未来能不能赚钱 所以怎么办呢 他去甲 去跟乙谈 说我现在呢 给你三个亿 你把这个 饼的60%给我吧 你说可以呀 然后呢 甲又有点不放心 甲说 那万一饼到我手里边以后又不听话 也不爱写作业 然后也 不给我挣钱 怎么办呢 于是就谈嘛 就说 如果饼来到我这一年 一年之内 如果能给我赚 两个亿 如果能给我赚两个亿 那就没问题了 三个亿就给你了 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饼来到我这一年 一年之内就赚不了两个亿 赚不了两个亿 差多少 你这个饼你给我补多少 你来到我这 你的孩子来到我家 那到底能不能给我赚两个亿呢 不能给我赚两个亿 你都给我补上啊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甲给了鞋三个亿 但是 未来他就有 权利 可能能从 鞋这儿再收回来一部分钱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预计 饼来到甲手下 就一年赚不了两个亿 那就差三千万 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假 此时此刻我们就想 未来我们有收三千万的权利呀 我们从哪收 我们从鞋这儿收啊 因为他的孩子学义不好 然后不在我们这儿挣钱呀 对不对 他的孩子在我这儿挣不了两个亿 他就得补我三千万呀 那未来有收三千万的资格 有这个权利 我未来有从鞋这儿收 三千万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是不是就满足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金融资产的定义呀 我有收钱的权利吗 收钱的权利 那我就要确认一下金融资产了 对不对 这金融资产应该是哪一类金融资产呢 贪中损三大类嘛 未来能收三千万 这是一项金融资产是哪一类金融资产 他应当分类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损 就不能将其指定为第二类金融资产 这句话说的就这意思 那我们应该确认三千万的交易金融资产 当初里咋做也给大家写一下 我们现在付出了三千万 付出了三个亿 带银行存款三个亿 然后未来我们要搜金融资产三千万的权利 那我们就借交易金融资产三千万 然后倒计长期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我们下次课就讲啊 就是把金融工具讲完以后呢 就讲长期股权投资了 那这就是2.7个亿 是吧 当然了 咱们现在呢只需要了解到就这三千万 这个金融资产我要确认为交易金融资产 它只能是第三类损 不能是第二类 这到这就可以了 看看题目 照题考的就是这个指点 2020年的单选题 说二毛一六年12月30日 贾公司已发行新股作为对价 购买乙公司所持饼公司60%的股份 就是贾要从乙的手里边 把饼的60%买过来 乙公司在股权投资产协议中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三年内 他这说的是三年 从17年到19年 贝公司每年的经历利润不能低于5000万 若贝公司实际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那乙公司就得按照差额 来给贾公司补齐 并在承诺期满 后一次经历返还 二毛一线 贝公司实际利润就低于了承诺利润 经双方确认 乙公司应返还奖务资的相应的股份数量 那我们贾公司就有收的这个权利 问 下来关于贾公司应收取乙公司返还的股份 在资产负贷表上 确认的项目名称应该叫什么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答案只能是 C选项 好 咱们再来一个题 关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说贾企在销售中通常会给客户一定期间的信息 为了盘活存量的资产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贾企与银行签订应收账款 无追溯权保理重协议 银行上贾企业一次性受限了10亿元的人币 贾企业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向银行出售 应收账款 例上 贾企业频繁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 贾企业出售金额重大 所以呢 我们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呃向作出售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规定 问贾企业应该将应收账款分类什么 分类为什么 应收账款 他应该分类为贪宗还是损哪一类呢 那你想想正常的应收账款 给客户一定期间的这个信用期 那正常的就是 涉及到本金和利息的问题 就是合同先进流量嘛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适时的 把这个应收账款 无追溯选 保理给银行 随时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 那就说明我们既考虑 收取合同先进流量 也考虑 卖给银行 两者都想要 所以我们管理他的业务模式 就是第二种了 第二种的话 我们就应该将应收账款分类为 第二类就不算 以公演家质量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看应收账款 应收票 其实都是正常的收取合同先进流量 就是第一类就不算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特殊情况我们可以 卖给银行的 那就考虑是第二类就不算了 再来一个 20年的单线题 这讲是采用商业会票 结算方式 结算已受的产品货款 所以呢 他就持有了大量的应收票据 那应收票据正常的话 我们单纯的就是 收取合同先进流量 只有这到期 那就是第一类就不算了 这是正常情况下 但是呢 人家说了 我们既想收取合同先进流量 同时兼顾流动性需求 那是不是也考虑 我们企业流动性 资金不足了 我们也考虑把这个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卖了呀 我们也考虑把它卖了 那就说明这个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应该分类为 第二类金融产了 是不是 第二类金融产 注意 他在资产负账表上 劣势的项目 叫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 这是预选项 再来一个 21年的单选题 再来个项金融资产中 不能以贪于成本计量的事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 不能将其分类为第一类金融产的 那也就是第二类金融产和第三类金融产 就是综合损了呗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哎 现金 现金就是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就是 恒资产流量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类金融产 B 以黄金价格挂钩的结构性存款 所以这个存款 它是一般的存款吗 不是 不是说你存了多少钱 你回头 你定期存款 你多少钱还是多少钱 那不是 它是以黄金价格挂钩的 那这个时候 未来我们能收多少钱 是单纯的 合同现金流量吗 那就不是呀 对不对 你看这个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它是单纯的收本收息吗 它是以黄金价格挂钩的呀 那黄金价格要涨了 那我们的收益就 赚的多了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结构性存款 它能通过 SPPI测试吗 那就不能 它不是单纯的 收取恒同现金流量 它不是单纯的 收取本金收取利息 那如果它不能通过 SPPI测试的话 怎么办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打入到第三类 金融产了 它就不可能是第一类 不可能是第二类 它只能是第三类损了 只能是第三类损 它不可能是第一类第二类 所以简单 保本固定收益 银行理财产品 所以这个正点在于 保本的固定的收益 那就是合同约定好了 本金是多少 固定收益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单纯的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啊 我们不考虑什么时候 把它卖了 我们也不考虑什么 更多的收益 就是单纯的 本金和固定的收益 收本收取 那这个就是 第一类就在了 四例 随时可以支取的银行 定期存款 虽然是随时可以支取 但是它是定期存款呀 那是不是考虑 其实还是 单纯的 本金和利息 收取横线流量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类 那赵提问我们 不能以太阳成文计量的 就是与黄金价格挂钩的 这个结构性存款 必选项 这块呢 咱们给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这个结构性存款啊 同学可能 看这个词呢 有点懵 注意 结构性存款 它不是普通存款 它是在存款的基础上 嵌入了金融衍生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 远期掉期 期货期权等等 通过以利率 汇率 股票价格 商品价格 信用指数 或者其他金融类 或者非金融类 标的物 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的 这个黄金 哎 这个价格挂钩的 那就使得我们存款人 在承担一点风险的基础上 它能够获得更高的 这个收益 那就不单纯的是 收取 合同陷阱流量了 所以这块 其实就是 它不能通过SPPI测试 那就是第三类 就能够损了 咱们再说一下 关于这个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 去进用分类 不是说看到银行理财产品 它就是哪一类 我们要去考虑 我们的分类依据 两个呀 一个是合同性 旅行特征 一个是管理它的用模式 我们说分类的时候 先看什么 不仅是银行理财产品 所有的分类 我们都是先看 合同陷阱流量特征 就是先看 它到底能不能通过 SPPI测试 它的合同陷阱流量 是否与基本借贷 安排相一致 其实也就是说 它是否 合同陷阱流量 就是单纯的收本 收习 就是固定的 那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话 我们看什么 你把你的钱 交给你的基金经理了 那基金经理拿着你的钱 去买什么呀 那你需要去看 他买这些底层的基础资产呀 是股票呀 还是债券呀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黄金 是不是 所以我们 买理财产品 我们需要去关注 这个底层的基础的资产 是什么 如果说基础资产 只有贷款的话 只有贷款 那就说明 它的底层基础资产 就是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可能是它有多个基础资产 只是这个利率约定的 不一样而已 但是合起来 还是收取合同陷阱流量 那就说明 与基本借贷的安排相一致了 那我们再去考虑 我们要去考虑 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是收取合同陷阱流量 还是说 计算收取合同陱阱流量 还是有考虑去出售的问题 还是说 交易性的 非上述的 那如果它能通过 SPPI测试的话 它就有可能是贪 有可能是中 也有可能是损 对吧 而如果说 它的底层基础资产 它就不能通过 SPPI测试 比如说 它的底层基础资产 它就涉及到股权投资 涉及到基金投资 涉及到什么黄金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想一下 它的合同陷阱流量 特征是 单纯的收本收习吗 那就不是 那肯定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看 它的业务模式 是什么了 已经不重要了 它通不过SPPI测试 那就只能是 损了 只能是损了 这是我们借刚才的 21年的那道题目 我们把 结婚性存款和 银行理财产品的分类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21年 是一道疫情的问题 它考的不是一套卷子 在另外一套卷子中 也考了 这类似的问题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多选题 说两次发生了 下列有关交易 或是像1234 你大概看一下问题 这块考的呢 就是关于分类 以及指定的问题 到底分类为哪一类 金融资产 或是将其指定为 哪一类金融资产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以200万元购买 结构性存款 该结构性存款 是以黄金价格挂钩的 预计收益率是6% 注意 他谈到收益率是6% 是固定的 就是6%吗 他谈的是 预计收益率是6%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会变动的呀 因为这个结构性存款 是以黄金价格挂钩的 那未来能收多少钱 那还得看黄金 所以这个 底层就算 它能通过SPPI测试吗 那肯定是不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只能是 第三类中产损了 只能是第三类中产损 第二个 买入大豆的期货合约 你在到期前进行平仓 这是一个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那你想它能通过SPPI测试吗 是单纯的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吗 肯定不是 所以它也是只能分类为损了 第三个 以600万元购买 以上是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是在债券的基础上付了一个转股权 在几年之后 你可以将这个债券转为股票 因为有这个转股权的存在 所以你去想 它能通过SPPI测试吗 是单纯的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吗 不是呀 对吧 注意啊 咱们前面在讲可转公司债券的时候呢 我们讲 发行方的话呢 它是 复合金融工具 我们现在谈金融资产的话呢 是持有方 持有方的话呢 那就是金融资产了 这个金融资产 它到底是哪一类金融资产 它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损 因为它不能通过SPPI测试 有同学可能学混了啊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 发行方的话 它是复合金融工具 它既有负债的成分 也有权益的成分 而现在讲的是持有方 要确认金融资产 这个金融资产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我说清楚了啊 接着 第四个问题 以500万元认购合伙企业10%的份额 也就是说我们是个合伙人呀 合伙人我们认购了合伙企业10%的份额 担任有限合伙人 这个合伙人我们是一个有限合伙人 也就是说我们不参与生产经营 合伙企业约定合伙期限是五年 五年到期了的话呢 那这个合伙企业就要按照这个10%来 跟我们进行规划 我们的份额 对吧 好了 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持有这10%的份额 应该确认为什么的问题 那个这个就像我们买了 股票买了10% 我们应该确认为什么的问题 对不对 确认为什么 那我们知道 首先 它肯定分类的话呢 它是不能通过SPPI测试的 不能通过SPPI测试 那我们分类的话就只能是损了 但是我们知道除了分类 我们还可以指定嘛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够将其指定为第二类 中产其他权益工艺投资呢 也就是中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要将其指定为其他权益工艺投资的 前提条件是什么 前提条件是 您从这个发行方的角度来看 这个东西 它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那么来看 现在他谈到了说 五年之后 期限五年嘛 五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得把 这个合伙企业五年之后 就得把归属于这个有限合伙人 10%的份额 归还给他 是不是代表着 这个合伙企业 不能够避免五年以后 对外给钱 所以对于这个发行方 也就是这个合伙企业而言 他 拿到这部分钱五百万 拿到这部分钱五百万 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不能避免对外给钱 那就是说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 它是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的 对吧 那你说老师难道这个合伙企业 要将这五百万确认为金融负债吗 我们现在只是说 他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 但是基于这个金融负债 它是个特殊的 它是个特殊的 因为我们在合同到期了五年了 才需要归还 它是个特殊的 所以我们将这确认为权益工具 确认为权益工具 不代表他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它是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的 他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因为他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所以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能将这10%的份额 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吗 不能 不能 我再说一遍 我们 这个资产的持有方 我们要将我们这个份额 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前提条件是 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他这块是否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 如果不满足 我们这边不能自定 所以 那 这 10%的份额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就只能确认为 损 第三类精词 只能是第三类精词 看看 同学们都听懂了呀 是不是 很好啊 好 咱们来看题目 问说法正确的是 那就是这四个都是只能是损呀 一个损 两个损 这有一个损 这有一个损 四个都只能是损 来吧 第一 将结构性存款分类为贪予成本计量的金融产 错 第二个 期货合约分类为固定价值计量企计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产 那就对了 第三个 可转公司在这儿分类为以固定价值计量企计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产 那也对了 因为这是一个独选题 所以这俩都对了 第四个 我们持有饼合伙企业的份额 要指定为以固定价值计量企计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产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它只能是损 这四个都只能是损 所以你把贪和纵给它插掉就可以了 这道题 我们只能选择B和C两个选项 这块呢 第一选项有点复杂 我把这个定义呢 又给大家特殊的标上了啊 合伙企业 吸收假公司的入股款 属于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但是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特殊金融工具 虽然合伙企业将其分类为权益工具了 但是它本身并不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它不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因此 从我们投资方的角度 这是一道双方啊 就是你是发行方 你是合伙企业 你那边确认为权益工具了还不行 你那边还得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如果您是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但是分类为权益工具了 是因为它比较特殊 而分类为权益工具了 那你不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那么我这边依然是不能将其指定为 第二类金融财 中的只能是随 随随随就错了 这个注意啊 我这边能不能将其指定 要看您那边是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明白了吧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金融资产的分类呢 就讲完了 其实我们第二部分的重点呢 也就说完了 接下来是金融负债的定义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金融负债的定义 休息嘛 那咱休息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吧 那一来就休息十分钟 现在是20点12 咱们休息到20点22 休息十分钟 有同学的 有同学有问题的可以说一下啊 我看还是有晚来的同学 说到那个讲义的问题 讲义的问题 咱们课前一直在说啊 讲义的问题 你在那个预习讲义里边下载 你在那个预习讲义里边下载 找到筷子 然后找到基础增长 然后点这个下载讲义 点这个下载讲义 然后进入进来以后呢 是正常的是这一页 然后你再点这个预习讲义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金融公司的讲义 已经上传了啊 可以去下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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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好 cake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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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咱们继续啊 接下来就是金融负债的分类了 金融负债的分类呢 它要比金融资产的分类呢 要简单的多 这块呢虽然是咱们写了四类啊 但其实呢第二类和第三类呢 都不太重要 咱们直接来看 第一类就是以供应家机场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所益的金融负债 那么这个就跟我们 以供应家机场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所益的金融资产呢 是类似的 是不是啊 这个是以供应家机场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所益的金融负债 它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这个衍生工具 第二类呢 是指定为以供应家机场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所益的金融负债 总之就是以供应家机场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所益的这个金融负债了 然后第二类呢 是金融资产选移 不符合宗旨确认条件 或是继续涉入被转移 金融资产作形成的金融负债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咱们在金融资产转移的那个板块 要给大家讲的 所以现在它在这呢 你知道有这么一类 然后具体怎么做 不重要 咱们在金融资产转移那块呢 再详细的给大家说 第三类呢 就是部分财务担保合同 这个财务担保合同呢 给大家说了 这个呢不重要 所以呢 我也就不太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然后直接到第四类 其实我们教材上讲的是说 除了上面的三类 就剩余的是以财务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其实就是以财务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这块呢 我为了让大家清晰一些 就一共是四类 就是除了上述三类以外的金融负债 其实我们后边讲计量的话呢 大家其实会发现 我们就讲两个 一个是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计论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一个是以财务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所以这块呢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接下来和我们前面 在讲金融资产那块 又提到一个非同一控制价 结合变动所需要的财务对价 那么这块也是一样的 在那块我们讲财务对价 它形成金融资产了 我们确认 消费性的金融资产 那这块如果财务对价 形成金融负债呢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按照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计论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来进行处理 刚才我们讲的是 财他从财手里边要买财的孩子 就是财60%的股权 财给财了三个月财 财怕买来财了以后呢 财不赚钱 怕亏 所以呢要求说你保证一下 保证饼来了以后一年能够赚两个亿 如果不够的话呢你给我补上 所以我们估计一亿纳会给他补三千万 现在呢我们换一个 我们说财花了三个月 从乙手里边买了饼60%的股权 那这个时候呢 不是财担心饼不赚钱了 而是乙担心 乙担心卖亏了 乙担心说哇我的孩子我知道啊 这太能挣钱了是不是 到您假这如果说一年超过 能挣五个亿了那这样 你假你得归还我 你得归还我三千万 那你要求假归还三千万 然后饼来到假这呢 就特别能挣钱 挣挣挣挣挣挣 然后一年就超过五个亿了 然后假就没办法 就得归还以三千万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假而言 就是说 他在非同一控制 下这个企业合并的时候呢 他就需要去考虑 未来饼到我这 是不是就特别能挣 我就得归还以三千万呢 如果说当时 在购买日这一天 他就考虑 未来他需要归还以三千万 那这就形成了一项 负债 那这个负债呢 他就应该确认为 交易性进入负债 以负债质量质量 当时 所以 好 咱们来看个题目啊 2012年的多算题 说下来各项责产负债中 应当采用公盈价值 进行后续计量的有什么 就凡我们下列的责产负债 哪些是用公盈价值进行计量的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A 说持有以为出售的商品 持有以为出售的商品 我们知道这就是存货呀 那存货是采用什么计量的 它计量属于什么是不是 历史成本呀 后续计量的话呢 其实就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输低 是吧 它不是公盈价值 选项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五年期的债券 那我们说的是交易目的呀 那不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吗 如果我们是发行方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现在谈到的是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五年期债券 那说明我们是持有方 持有方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确认是交易性金融 资产嘛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这个是以公盈价值计量的 我们应该选 是不管是持有方 还是我们的发行方 都是公盈价值计量的 所以远去外汇合同形成的 衍生金融负债 那也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这是公盈价值计量的 四例选项 这是以现金结算的股份之负 计划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是我们在股份支付那一章 要学写的啊 对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在等待期的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确认相关的成本费用 比如说是发给管理人员的 那我们就应该是借管理费用 大应付职工薪酬 那这个应付职工薪酬呢 后期是需要进行调供运的 后期是需要进行调供运的 它就像我们的交易性金融负债一样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需要去进行调供运 这个我们到股份支付的那一章 还会给大家讲 这个大家知道是公盈价值量的 我们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CD三个选项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第二部分就彻底的给大家讲完了 关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其实大家会发现 这块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金融资产的分类 我们根据两个分类依据 管理它的优务模式和合同生意旅行特征 将其分成了三大类 贪中损 如何进行分类 首先看合同生意旅行特征 然后再去看管理它的优务模式 分完类以后呢 出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特殊指定 是不是 这是我们这部分所要学习的重点内容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第三部分了 关于金融工具的伎量和成分类 首先咱们说伎量的问题啊 包括初始伎量 后续伎量 以及最终的处置 那这块呢 同样的 我们的重点呢 还是金融资产 你把金融资产这块 伎量的问题学会了以后呢 后边我们讲金融负债的伎量 一个交线金融负债 一个是以贪于成分资量金融负债 也就简单的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金融资产这块 金融资产这块 我们说学的就是23456 对不对 现在呢 咱们已经清楚了 两个分类一句 分成三大类 贪中损 然后四个非常重要的会计科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投资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接下来就是对应的五道大题了 第一道大题就是债权性投资 债权投资 贪债 第二道大题就是 宗债 第三道大题就是 宗股 第四道大题就是 损债 第五道大题就是 损股 这五道大题 咱们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关于金融工具的计量 首先咱们说粗食计量 其实粗食计量这块呀 不管是金融资产也好 还是金融负债也好 不管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还是说 宗 还是说损 不管是哪一类 金融资产 也不管是哪一类 金融负债 我们粗食计量 全部都是按照 公饮价值计量的 有同学可能就会说了 老师 你说综合损 是按照公饮价值计量的 没毛病啊 调公饮嘛 对吧 那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它也是 公饮价值计量吗 最后我说的是粗食计量 粗食计量 全部都是按照 公饮价值计量的 它以贪于成本计量 它是后续计量 以贪于成本计量 所以粗食计量 这一块 不管是贪 中 损 不管金融资产 还是金融负债 全部都是 供饮价值计量 粗食计量 这一块 所以我们 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我们会一块学 这里边就需要解决 两个问题 一个是交易费用的问题 一个是应收项目的问题 然后到后续计量 这一块呢 我们再去分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和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我说的 这块要讲五道大题 对不对 其中第一道题目 涉及到债权投资的 这道题目是最长 最复杂 同时们会觉得 学的最慢的 花的时间最长的 因为这道题 我会给大家讲 三种情况 后续就不讲这么复杂 因为都是他们的 这个 类似的 我们变成 自己去变都可以了 所以第一道大题 我们会花的时间最长 然后第二道大题呢 相对来说会最难一些 但是它是在 第一道大题的基础上 所以相对来说还好 我们学其他 这些投资的时候 注意和债权投资 进对比学习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呢 咱先不学 这个其他权益 咱们先学 交易金融资 由易到难 这么来学 先学交易金融资 第三个题 一个是债权性投资 然后咱们再学 第四个题 股权性投资 然后第五个 就是其他权益工业投资 把这个股权性投资 放在后边 就是要 把它与这个 其他权益工业投资 进行对比学习 就这五道题 五道题 然后其中三四五 这三个呢 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最主要的就是 前两个可能会慢一些 最主要就是 前两个会慢一些 咱们今天后续的时间 就重点来攻克 前面的两道题目 会比较难花的时间 会比较长一些 好 那咱们就来吧 首先是 金融工具的 粗食计量 我们说 我们确认 金融资产也好 金融负债也好 这个金融资产是 它也好 是棕也好 是水也好 不管是 哪一类金融资产 我们在粗食计量的时候 全部都是 工业加计量 全部都是 工业加计量 粗食计量 我们就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交易费用 一个是 我们 所支付的对价中 包含的 应收项目 包含的应收项目 分别来看 第一个 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呢 只有一个比较特殊 就是工业加计量 且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就是损 包括交易金融资 包括交易金融负债 他们两个的 这个交易费用 是支付到当期损益的 会影响当期损益 而除此以外的 其他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 以困扎计量 且别动计注 其他综合收益的 也就是说 第一类金融资产 和第二类金融资产 那这个交易费用 都是寄入到 粗食入账金额的 寄入到我们金融资产的成本 这种资产的 所以只有交易金融资产 交易金融负债 比较特殊 第二个 就是我们支付的对价中 包含的 应收项目 比如说我们买股票 我们花的对价中 可能会包含 以宣告 但尚未发布的 现金股利 就这个 现金股利呢 它已经宣告了 就是美股 0.1元的 现金股利 已经宣告了 但是还没有发 没有发 我们现在要去买股票 那我们买来的话 这股票里面 就包含这个现金股利 马上就会给我们发了 就像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这个衣服兜里有100块钱 那你买这个衣服1000块钱 你买来以后 这个兜里又100块钱 是不是相当于花了900块钱 对吧 你本来买股票 你是5块钱一股 5块钱一股 但是呢 这美股里面还有一毛钱的现金股利 所以你买这个股票 就相当于实际成本是多少钱 那是不是就14块9 对吧 你买衣服花了1000块钱 但兜里又装了100块钱 那相当于你买衣服花了900块钱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买股票是5块钱一股 但是一股里面都包含 一毛钱的现金股利 所以相当于我们买这个股票 就是4块9 那这一毛钱的现金股利呢 我们应该单独记住到 应收股利 因为马上就要收了 我们买了以后就会 直接就收现金股利了 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 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 这是买股票的情况 那如果说我们买债券呢 比如说它是上一年发行的 它是2022年1月1号发行的 而我们是2023年1月1号买的 那是不是说我们买这个股票的时候 它已经产生了一年的利息 但这个利息呢 还没有支付给那个持有方 而那个持有方把债券卖给我们了 那我买的时候 这里边就包含一年的利息 我们买了以后 马上就可以收这个利息 比如说1月10号就要收了 那对应的这部分钱 我们就要单独认为应收利息 所以在我们买金融资产 所支付的这个价款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 它都包含什么 如果包含了交易费用 那这个交易费用 我们需要去看 如果是交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要单独记录到当期损益总局 如果是其他的 那我们记录到金融资产的粗食 入账进购总局 而如果说我们买的价款中 包含以宣告但上面发发的现金鼓励 我们要单独确认应收鼓励 如果包含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在车利息 我们要单独确认应收利息 这是粗食计量 接下来说后续计量了 后续计量咱们先说第一个内容 就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们知道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有很多呀 比如说我们谈到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它一般情况下就分类为低利金融资产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但有商业银行的贷款 那就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呀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块计量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挑重点来给大家说 像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其实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就没有必要在这再来说了 那我们就挑重点 就讲这个债权投资 我们知道债权投资 那它只能核算债权层的投资 它不可能核算股权层的投资 对吧 所以我们就以购入债券为例 来说这个问题 初始经济上其实咱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总原则是以公资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合 作为初始入档金额 我们说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它的交易费用才记录到 当期损益中许 那除此以外的我们 以贪余成本资产金融资产 这个交易费用应该记录到 初始入档金额中许 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 是记录到当期损益的 第二个 以到付息单尚未领取的债权利息 那因为是债权性投资 所以它就只能是利息了 要单独确认应收散募 也就是应收利息了 这会我们来看 如果我说 我们说花了一千万 买这个债权 这里面还包含这个交易费用 那这一千万 如果没有这个应收的利息的话 我们就直接确认债权投资 它包括两个明细 所以这两个明细是要写的 成本 那它反映的是面值 因为这个债权 它可能会涉及到 折价发行 溢价发行的问题 涉及到折价发行 溢价发行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花了一千万 我们买的这个债权 它的票面金额是 一千两百五 说明这个债权 它折价发行了 那我们在成本这块 就应该标它的面值 是一千两百五 那还有二百五呢 就涉及到是利息调整 利息调整了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的金额 我们是倒计的 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 以到费一期单身为领取的利息 如果这里边有的话 那我们要单独确认 应收利息 大家会发现 这块我还写了一个 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 这两个是二选一的问题 到底应该用应收利息 还是应激利息呢 作业 应收利息和应激利息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一字之差 对吧 区别大 应收利息 这是一个一级科目 而应激利息 这是一个二级名系 看出来了吗 应激利息 它的一级科目 是债权投资呀 应收利息 它这个一级科目 它没有二级名系 这是表面上的区别 那什么时候用应收利息 什么时候用应激利息呢 应收利息 是适用在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对于我们持有方而言 就是分期收息了 到期还本 到期收本 而对于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呢 那它是适用于什么呢 适用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足业 一个是一级科目 一个是二级名系 一个适用于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一个是适用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大家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框架图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第一种情况给大家讲的是 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所以应该用的就是 应收利息 然后我们第三种情况给大家讲的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那就应该用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了 所以咱们会把各种情况 都给大家讲了 对应着 下面的这要题目 咱们对应着来看 第一个题目 咱们一共要讲五道题 这就是第一题了 说2011年1月1日 江湖斯支付价款1000万 含交易费用 它是在这个1000万里面包含的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购入了 A公司同日发现的 五年期公司贷券 这个债券呢 1.25万份 票面价总额就是1250 说明 我们这个债券是 折价发行的 我们买债券 我们花了1000万 买了一个票面为1250万的债券 折价发行的 票面年利率为4.72% 这票面上标的 那因为它折价发行了 所以票面上标的 和我们实际买的时候 这个实际利息一样吗 就不一样 票面是票面 实际是实际 于每年 年末支付利息 即每年的利息是59万 这59万咋算的 那就是按照票面算的 这59万就等于 票面加总额1250 乘以票面年利率 4.72% 就得到59万 每年利息是59万 本金在债券到期时 一次性仓还 那就说明这道题目中 它考核的我们就是 分期付期 到期 还本 合同约定 该债券的发行方 在预料特殊情况时 可以将债券 赎回 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 支付额外宽敲 在购买债券时 预计发行方 不会提前赎回 就是说 它 有权利提前赎回 但是呢 我们预计 它不会提前赎费 所以呢 根据管理 这个债券的有模式 和合同线量特征呢 我们就将债券 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 济浪的金融赛 也就是 我们单纯的 就是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那收取本金就是 5年之后 我们能拿到1250 收取利息就是 每年 年末 我们能拿到59万 不考虑所得税 简直等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 初始计量 特别简单 就是我们 花了1000万 这里边是包含 交易费用的 交易费用也 不用单独确认 当机损益 入这个 金融资产的 初始计量金额的 如果不写明细的话 这道题就特别简单 就直接是 我们花了银行存款 1000万 那我们就 确认这个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1000万 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 但现在我们要 写明细 我说金融资产 这块我们必须要写明细 写明细的话 这个债权投资 一共是1000万 我们要给他 分两个明细 一个是成本 这个明细 那他反映的 就是面值 他反映的是面值 那面值是1250 那还有一个明细呢 就是利息调整 那这两个明细 合起来就是1000呀 所以利息调整 应该写250 如果你这么写 你不熟的话 你就先简单的写 先不写明细 知道这个债权投资 是1000 因为就是我们 买他的棍价呀 棍价就是1000 包含交易费用1000 所以债权投资 这个一级科目的 金额就是1000 就是1000 那他两个明细 合起来就应该是1000 那这个利息调整 就是倒计的 这就是初始计量 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说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呢 我们分两个事 我们分两个事 一个事呢 就是确认利息 第二个事呢 就是收取本金 收取利息 因为这个债事 它是折价发行的 或者是其他题目 它是溢价发行的 所以呢 这个名义利息 和实际利息就不一样 那我们作为一个 金融资产的持有方 我们当然需要去考虑 我们实际上持有这个金融资产 我们的实际收益率是多少 我们今年的实际收益 明年的实际收益是多少 所以我们应该采用 实际利率法 按照贪运成本 或者账面余额 来进后续计量 什么是实际利率法呢 就是前面咱们给大家 在固定资产那块 讲过的A加B减C等于D 又回到我们这个公式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借方要确认的是 明义利息 就是票面的利息 如果是分息负息 到期还本的 那就确认应收利息 我们应该收的 人家会真正给我们的 那就是票面上标的呀 票面上标的是59 我们就应该收59 如果是到期一次 还本复息的话 我们就用债权投资 应计利息 这个金额就是票面上标的 也就是明义利息 票面利息等于多少 等于面值乘以 票面年利率 咱们把它简称为 双面相成 双面相成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 就是票面上的金额 算出来 这是借方 代方呢 我们确认投资收益 我们这个投资收益呢 是我们自己在 小本门上算出来的 就是我们持有这个金融资 实际上我们今年的收益是多少 我们的利息是多少 我们要算的是 实际利息 而不是票面上的 因为我们这个 再说涉及到 折价发行 溢价发行的问题 所以这个实际利息和 票面的不一样 我们要算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期初的 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这块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后期 我们这个金融资 减值了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讲 减值是一道三个阶段 如果是减两个阶段的话呢 我们用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如果是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就说明这个确实有证据表明 它减值了 减值比较严重了 程度比较深了 这个钱我们确实是收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或是乘以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这里边大家会发现 你用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或是用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账面余额 一个是贪余成本 那问题就在于 账面余额和贪余成本 有什么区别 注意 拿账面余额 减去 减值的金额 就等于贪余成本 如果有减值的话 减去它就等于贪余成本 如果没有减值的话 那么 账面余额是等于贪余成本的 是等于贪余成本的 所以其实账面余额和贪余成本之间 就差一个减值 那在这块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 前两个阶段 你现在还没有学减值 你先把它理解为 前两个阶段 这个减值的不严重 那么就不考虑 不需要减去这个减值 直接拿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那第三个阶段就严重了 我们就需要减掉这个减值 拿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然后再说 这块 乘以实际利率 或者是乘以金融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什么叫金融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这个特殊情况 就是这个金融资产呀 我们买来它 它就已经发生了减值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 我们买来这个孩子 他就有残疾 天生自带残疾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实际利率 我们就需要经过性调整 天生自带残疾的 把娘胎里 它就有残疾 那我们用经性调整实际利率 这个我们到减值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给大家讲 现在呢 大家先 不需要特别的去考虑 这个减值的问题 我们先考虑 就是贷方我们确认实际利息 这个实际利息呢 我们确认为投资收益 实际利息怎么算呢 就是期出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就可以了 好 借方我们确认了名义利息 贷方我们确认了实际利息 那么借贷双方就有差额 借贷双方就有差额 这个差额呢 我们将其倒计入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你可以把它写这倒计的 那你在倒计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在借方 有可能在贷方 这个其实它在借方还是在贷方 那其实就看我们在初时计量的时候 这个利息调整在借方还是贷方 如果在初时计量的时候 我们这个借贷 它是折价发行的 折价发行的 那这个利息调整 它一定是在贷方的 我们在后续计量的时候呢 这个利息调整 它就应该在借方 那如果反过来 我们这个借贷 它是一价发行的 那在初时计量的时候 利息调整 它就在借方 后续计量 那就在贷方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待会咱们通过例题来 给大家说 大家就更清楚了 这块其实不难 第二个就是收本收息了 那如果是分息负息 到期还本的债券 那我们 我们收利息的时候呢 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利息 因为前面我们确认 应收利息嘛 我们就带应收利息 收本金的时候 我们借银行存款 带债权投资 成本就可以了 那如果第二种情况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呢 那我们就 收本收息 银行存款 然后带 债银行投资 成本 这是本金 利息呢 利息的话 我们就不是应收利息的 因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话 我们前面确认利息是债券投资 应寄利息 所以这块就是债券投资 应寄利息 那么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最后比如说五年 我们会五年一次应收 所以就是五期的利息 每期的利息乘以七数 咱们对应着刚才的这道题目呢 来说一下 关于确认利息的问题啊 首先 因为我们这个债券 它是折价发行的 所以我们要先算一个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财管中 所学的投资回报率了 或者是叫内涵报酬率 内涵报酬率 就是您现在花的钱 等于您未来收钱的折现值 您现在花了多少钱买的债券 您现在花的钱不就是一千万吗 那你未来收钱呢 收钱就是收本 收息 收取本金 那就是五年之后 收一个票面金额 一千两百五 收利息 那就是每年收一个 票面利息五十九 一共是五个五十九 把五年之后收的本金 和这五年之内 每年收的利息五十九 进行折现 你可以 按计算计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题目中会给到你这个财务系数 年金限制系数 和 复理限制系数 题目中会给你 五个五十九 那你就拿五十九 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五年之后的一千两百五 那你就拿一千两百五 乘以复理限制系数 把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让它等于现在您所负责的钱 一千万 利用擦置法 你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的内涵报作率 或者是投资回报率 就是百分之十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际利率 百分之十 接算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去计算 每期的实际利息 这是咱们所谓的A加B减C等D 来咱们来理解一下 第一年年初 我们花了一千万买的债车 那其实就是我们投资了一千万 那我们借给人一千万呀 人家欠我们一千万 这就是我们金融资产的七出摊成本 其实也就是我们七出投资的钱 七出投资的钱 一千万 那本期会产生多少利息呢 我们算的是 实际利率是百分之十呀 所以第一年我们投资一千万 它会产生多少利息 那就是一千万乘以百分之十 第一年会产生的利息 就是一百万 A乘以百分之十 这第一年产生利息 我们来看 七出我们投资了一千万 本期产生了一百万的利息 所以如果年末人家没有还我们钱的话 那他还欠我多少钱 如果年末他没有还我钱的话 那他就还欠我一千加一百的利息 那么年末他还我了多少钱 年末他是不是还了我五十九万 因为分期复期到去还本嘛 一年他会还我一个利息五十九万呀 还了我一个五十九万 所以七末他还欠我多少钱 他还欠我多少钱 我七出投资了一千 本期产生了一百的利息 年末他还了我五十九 所以七末他还欠我一千零四十一 这就是所谓的A加B减C就等于D D就是七末他还欠我的钱 这就是我金融资产的七末参与成本 我们现在先不考虑简直的问题啊 这就是七末他还欠我的钱 七末他还欠我的钱 就等于第二年七出我投资进去的钱 第二年七出我投进去的钱是一千零四十一 第二年的实际利率还是百分之十 所以第二年会产生利息呢 那就是一千零四十一乘一百分之十 我四成五入取等数就是一百零四 第二年七末他又还了我五十九 所以第二年七末他还欠我就是一千零八十六 A加B减C等于D 一千零八十六 一千零八十六我第三年再投资进去 第三年又产生了这么多的利息 第三年他又还了我这么多钱 所以第三年年末他还欠我的就是一一三六 是不是每年都这么算 每年都这么算 一直到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七出我投资的钱就是上年年末他欠我的钱 然后如果第四 最后一年如果最后一年 我还按照这个1191乘以百分之十来算这个十一利息的话 这就是119 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你拿着1191加上119的利息 然后减去七末他要还你的钱 还你的是一个利息59加上一个本金 是票面上标的 他会按照票面上标的来还我这个本钱 1250 你拿着A加B减C就会得到这个D呢 他不等于零 那就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最终一定是在 他还了我本金 还了我利息以后 我们这个五年的合同就了结了 结束了 谁也不欠谁了 所以最终这个D贪运成本 他一定得是零 那我们为了保证他是零呢 我们这个B呢就只能到几 这个数只能到几 那你就会发现这是119和118 为什么差一万块钱呢 为什么差一万块钱呢 原因就在于您上面的 这一堆是不是他们都四舍五入了 你四舍五入的话呢 就会导致最后一年 这块可能会存在一个 尾数需要调整的问题 所以最终我们只能倒几 就把这个数倒几出来 我们需要去保证他加上这个数 你不知道的话 你假设X减去 说本说C 那最终保证何都了结 零 然后把这个118给他倒几出来 就可以了 有同学看这个 看得不太顺眼 为什么是1250加59减去191 得到这个18 您就不顺眼 您就把这假设一个位置数X 你拿这个1191A加上X减去1250加上59 让他等于零 这不就是A加B减C等于零 是不是 然后你又把这个X返球出来 就这个式子 可以 1250 1250怎么来的 1250就是我们题目中给我们的这个债券的面值 债券的面值就是我们五年以后我们会收本的时候收到票面的这个金额 1250 题目中说的 好 注意啊 这个表格呢 是小微老师给大家打的炒稿 考试的时候呢 您也不需要去列这个表格在您的答题系统中 这个表格仅仅是您为了方便去写后边的账户处理 而做的炒稿 这个是在炒稿主项写的 您一旦把这个表格写出来以后呢 您后面的账户处理就清楚了 我们来看 2051年12月31日 比如第一年年末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是利息 这利息我们应该是借应收利息 这是票面的利息 也就是名义利息 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双面相乘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率 这两题目中会给你 然后代投资收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表格总算的币的金额了 100 把它写出来 然后到底差额记住 债权投资 利息 调整 然后我们收利息是借银行存款带应收利息 我们收的是名义利息 这样可以了 第二年同样的我们借应收利息 这是票面利息 也就是名义利息 等于双面相乘 59 然后代投资收益 表格总的币 你看第二年就是104了 我们画这个表就是为了这个 104 然后倒计差额记住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45 收利息借一样同样代应收利息 第三年同样的 借应收利息还是59 双面相乘 代投资收益 就是109 然后倒计差额 进入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这就是币的金额 收利息借一样同样代应收利息 第四年也是一样的 借应收利息59 双面相乘 代投资收益表格总币的金额 差额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收利息借一样同样代应收利息 然后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我们同样的是先出现利息 借应收利息59 代投资收益 表格总币的金额 118 然后到底差额 进入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59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只要把这个 账用图里写一遍以后呢 你把后几年都复日粘贴过来 每年呢 你只需要把这俩数 改一改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表格总的数算出来了 你每年就把这俩数 改一改就可以了 应收利息不变 然后先算币的金额 表格总的币 然后倒几这个数 稍微一改 就完事了 你五年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刚好这个利息调整呢 余额 也是零了 余额也是零了 你把粗食计量的时候 我们那个 折价发行 那个插额 刚好倒几完了 五年之后利息调整就零了 这合同了结了吗 然后收利息 借银行存款 应收利息五十九 这也是每年都复日粘贴过来 就可以了 然后收本件 借银行存款 代证业投资 成本是一二五零 所以我们最后收本的话呢 不是收我们最开始 付的那个成本一千 因为它是折价发行的 最后我们收取债券的本金 我们是按照面值来收的 一千两百五 这样这个合同就了结了 所以这块的难点在于什么 就是您先把这个表格理解了 虽然我们不写照答题系统中 我们是在草稿中写的 但是这个表格很重要 你要理解 这个表格是干什么的 你只要列出来了以后 你这数就可以回答了 并且 同学们 我们在讲的时候 这是一道计算题 对不对 我们需要去写账文处理的 那有可能 这个题目 它会直接变成一个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 它会问你什么呢 它会问你 20某三年投资收益是多少钱 你在不消息账文处理的情况下 能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能不能 多少 看有同学说快据计算 不就在这表格里面呢 多少 是不是就是这个109啊 对不对 直接就出来了 投资收益不就是币的金额吗 109 它无论问你哪一年都在这出来了 第二个 我再问你 20某三年 咱们就随便说啊 就说20某三年 我问你 利息调整 我们调了多少 能不能算 利息调整 我们调了多少 就一个选择题 直接就问 多少 是不是就是109减去59 对吧 50 来第三个问题 人家问你 20某三年 这个金融资产的 期末贪产成本是多少 那么直接回答 1136 第四个问题 我问你 20某三年 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的余额是多少 注意啊 刚才第二个问题 我问你的是利息调整 我们调了多少 第三个问题 我问你利息调整的余额是多少 余额是多少 在这写 利息调整的余额是多少 怎么说啥的都有了 利息调整的余额呀 114 232 114 你看你不是知道 贪予成本一共是1136吗 这也就是说 它的账面价值是1136 对不对 账面价值是1136 账面价值是不是包括 两个明细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这个条子 成本是多少 成本多少 成本多少 成本是1250 你看啊 贪予成本是 1136 在这儿呢 1136 减去成本是1250 所以利息调整的余额是多少 能不能算出来 能算出来吧 114 114 是不是 对 你得明白这里边都是干啥的 好 那这个问题咱就说完了啊 说完了 咱们往下 刚才我们谈到了 确认利息 这个其实是债权投资最主要的问题 然后债权投资这一块呢 它其实也会是一道减值的问题 如果减值的话 我们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带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那这个减值的问题呢 我们在减值那块分三阶段减值模型 咱们再详细的说 现在你先知道这个张促里就可以了 先知道张促里就可以了 借信用减值带债权投减值准备 这个减值呢 是可以转回的 在原意 具体的金额范围内 是允许转回的 好 接下来 我们说 这个债权投资呢 它是第一类金额范 它是以贪义成本 这辆金额范 那你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我能不能就把它中途处置了呢 你说老师如果卖了的话 那不就是第二类金额范了吗 第一类金额范 我们不是要收取恒新领域量特征吗 不是收本收稀吗 你说五年稀的 我还没到五年 我就把它卖了可不可以 也可以 它并不违背 我们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我们要收取恒新领域量 我们遇到特殊情况 我们就把它卖了也可以 也可以 我们可以中途处置 如果中途处置的话呢 我们出售所得的价款 就是卖了多少钱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要进入到投资收益 我们收到多少钱 借银行存款 然后把它的账面价值 给它终止确认 那它的账面价值 就包括成本这个名字 包括利息调整的这个名字 利息调整有可能在借房 还有可能在贷房 还有应激利息 那如果是应激利息的话呢 其实就说明 它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 还没有到期 我们给它卖了 我们要把这个应激利息 这个名字也给它充了 如果之前有减值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些投资减认准备 也给它充掉 然后这种差额呢 进入到投资收益 就可以了 下面再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账面余额和贪金成本 如果没有损失准备的话呢 那么 欺负贪金成本 我们知道是等于 A加B减C 是不是啊 A就是期出贪金成本 实际利息是B 然后减C 这是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那如果有减值的话呢 贪金成本就等于账面余额 其实上面算的这个 就是账面余额了 再减去这个减值准备 就是贪金成本了 好 那么到这儿呢 咱们债权投资的第一个情况就说完了 这是关于分期复期 到期还本 也就是最一般的情况了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投资情况 一个是中途出售 一个是到期次还本复期 咱们休息 休息到20吧 休息到20的话呢 咱们再往下接着讲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说一下啊 我们休息到21.20 休息一下 期间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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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先花了一千块一千万 买了这个债券 五年之后我们一次性收 本金是一千两百五 利息是五个五十九 我们算一个实际利率 把一千两百五和五个五十九 合起来 利用复利限制系数 给它折现 或是你乘以1加R的负质方 它的折现 折到现在 求投资汇报率 或是市场报酬率 实际利率 百分之九点零五 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的现金流量不一样了 所以它这个投资汇报率 也就不一样了 百分之九点零五 接下来就是你来到 百分之九点零五的实际利率 来算A加B减C等于D 你这个时候再来看 基础谈计成本 第一年还是一千 当年的利息就是九十点五了 A加B 这期出你投的本金 这是本期产生利息 如果人家期末没有还你钱的话 人期末就欠你一千 加上九十点五 但是人期末还不还你钱呀 真的是没还 第一年年末 你啥也捞不着啊 因为人家是到期一次还本复习 人家是五年之后一次性给你一千两百五加上五个五十九 是五年之后一次性给你一千两百五加上五个五十九 是一千五百四十五 所以前四年你啥也捞不着 啥也捞不着 所以前四年的C是零 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你拿着A加上A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期末它啥也没还你 所以期末它限你的就是1090.5 这同样的是A加B-C等于D 但是C是零 你拿着1090.5再往外去投资 您第二年又产生利息98.69 是1090.5乘以9.05% 减去C还是零 因为它没还你钱 所以期末它还欠你1189.19 每年都这么算 直到最后一年 您投进去的钱就是上年人欠你的 当年产生利息 那这块您就要倒计了 要保证最后这个合同了结了 D是零 A加B-C C呢就是一千两百五的本金 加上五个五十九的利息 把合同了结了 然后把这个B倒计出来就可以了 把这个表格列出来以后 接下来的账目处理就好办了 首先咱们说粗食计量 大家会发现粗食计量这块的话 我们还是花了一千 买了一千两百五 折价发行的债券 成本是一千两百五 利息调整呢就是两百五 利息调整就是两百五 那后续计量呢 我们来看和刚刚那个有什么区别 首先介方我们确认明义利息 同样是双面相乘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率 还是五十九 还是五十九 但是呢 这回我们不叫应收利息了 而叫应济利息 一级科目是债权投资 不叫应收利息的 而是应济利息 你其实会发现 刚才我们在讲分期复期 到期还本的时候 我们介方写应收利息的时候 那个应收利息 是C的金额 C当时就是双面相乘 对不对 那是因为 它确实是还了利息 而现在呢 还是C的金额吗 不是 C是零了 但是 这个 不管是应济利息 还是应收利息 它一直都是五十九 一直都是五十九 还是双面相乘 但是 我们用了应济利息 这是 债权投资 一级科目 然后带投资收益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还是B的金额 九十点五 然后到底差额记录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所以区别点就在于借方变了 借方 是从应收改成了应济 第二年 一样的 借债权投资 应济利息 这是双面相乘五十九 带投资收益币的金额 到底差额记住 利息调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确认利息的 借应济利息 收面相乘 带投资 收益币的金额 到底差额利息调整 最后 我们应该 收本收C了 本金一千两百五 利息呢 是五个五十九 是二百九十五 所以一次性收了 一千五百四十五 无非就是这个科目边了 其他的都一样 最关键的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表格搞清楚 这个表格和刚才不一样的点 首先这个实际利率不一样了 你要单独去求 然后这个现金流量 因为它没有还利息 所以这块是零 这块是零 那么其他的 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就是 我们写账户处理的时候 这块是应济利息 还是五十九 倒计差额利息调整 而对于我们这个表格的应用 其实是一样的 包括刚才咱们谈到 那币的金额就是投资收益的金额 对吧 人家问 它一成本是多少 那就是这一列 那你就知道了 应用是一样的 就是一些扫点 我们不一样的 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好了 那么到这儿呢 咱们就把第一道题目 债券投资 彻底的给大家说完了 包括它的各种情况 这道题说完了以后呢 后边咱们再讲到 其他这些投资 那你就可以利用我们以所有的这个 来进行对比学习了 咱们今天就把其他债券投资 也带着同学们学习了 其他债券投资 那么它肯定也是只能核算 债权性的投资 它不能核算股权性的投资 初始竟然我们来看 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按供应价值 加上交易费用之合作为 初始入账金额 和债券投资是一模一样的 交易费用 它是入初始入账金额的 第二个 已到费期但尚未领取的 债券利息 要单独去认为应收项目 那你花了多少钱 带银行存款 这是含交易费用的 然后 你要 确认初始入账金额 那就是其他这些投资了 它就反映公寓 加上交易费用 那其他这些投资 它有两个明信 一个是成本 它反映面值 那倒计差额就是利息调整 如果有已到费期单 上面领取的债券利息 那我们就单独去认为应收利息 或是应激利息 两者之差 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应收利息是一级科目 应激利息是二级明信 应收利息 它是适用在 分期负期到期还本 而应激利息它适用在 到期期还本负期 所以大家会发现在 初始章这块 你说跟债权投资区别在什么 就是加了其他两个字 其他的全部都一样 是不是 就是加了其他两个字 其他都一样 我们来看这样处理 还是刚才的这道题目了 唯一的区别点就是 我们根据它管理它 用模式和合同性量 特征 我们将其分类为 第二的应材中了 它装作的一模一样 花了一千 买的其他这些投资 如果没有写明信的话 我们就直接借其他这些投资 带一项存款 一千就可以了 但是呢要写明信 成本写一千两百五 然后倒计差额 就是利息调整二百五 跟刚才我们讲债权投资 区别点就在于 多了这两个字而已 好这是初始计量 接下来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呢 那它是分散四个事 四个事 其中前两个事 和我们刚刚讲的 债益投资是一模一样的 前两个事 第一个事 与债益投资 核算原理相同 按照实际立法 确认利息 那同样的是 A加B减C等于D 同样的我们借应收利息 或是应记利息 就是双面相成 双面相成 然后带投资收益 就是表格中的B 倒计差额 记住其他债益投资 利息调整 完事 所以只要刚才会了 这个就很简单了 第二个事 就是收本收息 收本收息的话 我们分 分 其负期倒计还本 和倒计次负还本付息 分 其负期倒计还本的话 那就是用应收利息 倒计次还本付息的话 我们用应记利息 这个不再说了吧 除了前面的两个事以外呢 第三个事和第四个事 那和刚刚的债券投资 就不一样了 先说第三个事 反应公允加质变动 它是需要调公允的 你看我们债券投资 它的期末就是以 贪于成本质量的 它不需要调公允 而对于其他债券投资 它是第二类的一种质量 它是以公允加质量 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我们要调公允 调公允 公允价值上升的话 我们是借其他债券投资 公允加质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 顾名思义嘛 公允加质量 且其变动 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块我们 带方式 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债券投资 那块没有的 第四个 是确认减值损失 确认减值 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 债券投资 也是不一样的 确认减值 我们刚才在讲这个 债券投资的话呢 我们减值的话是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债券投资 减值准备 对吧 而现在呢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一样的 带其他综合收益 他不是带 债券投资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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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带其他 综合收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调了公允 调了公允 他已经是按照公允价值反应了 我们其他这些投资 就是要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的 他已经反应为公允了 所以这块我们不需要再去影响他的账卖价值 不需要再去减少他的账卖价值 不需要 我们调了公允了 调公允 他就是反应在其他中收益中了 所以这块我们提简值 我们也让他通过其他综合收益来反应就可以了 这个内容我们在减值的部分 还会再讲 还会再讲 这是其他债券投资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提简值 他是不影响 这个金融资产的账卖价值的 他和我们其他的简值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只有他最特殊 因为他已经反应了公允了 这个我们在减值的部分 会再详细的讲 现在先放到这 现在我们重要的点就是 一 二 三 这三个事 对应着刚才的这条题目 我们来看 刚才这条题目 我们说花了一千万 买了一个一千两百五十万的债券 然后我们也要采用 擦着法求出来实力率 是百分之十 考虑后续计量 那就是 先是A加B减C等地 然后调公允 公允价值呢 题目中都告诉你了 你最终让他 以公允价值来反映 这个其他债券投资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表我们应该如何来填 同样的这个表也是草稿子 但是他很关键 首先呢 大家先不要看这么复杂 您就先去看前面的四列 后面的三列不用管它 您就先去看这个 A加B减C等于D 您告诉我 和我们刚才讲债权投资那块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金额 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 我们先不管调公允的事呢 我们就先来进行 A加B减C等于D的事 先把这个事搞定 我们按照实际利率法来 确认利息 看好了 只要这个表填完了 A加B减C等于D 还能够促理 借应收利息59 双免相成 贷投资收益 就是表格宗的币 100 就这个数 把它拿过来 倒计差额利息调整 那这回利息调整的一级科目 就是其他这些投资了 是不是 收利息 收利息借一项投款贷应收利息59 第二年 借应收利息双面相成59 代投资收益 表格宗的币 倒计差额 其他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一模一样 借应收利息 第三年 同样的 借应收利息双面相成59 代投资收益 就是表格宗的币 倒计差额 其他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50 收利息借应收利息 第四年 同样的 借应收利息双面相成 代投资收益 表格宗币 倒计差额利息调整 收利息 是不是 这按照实际利息法 确认利息 以及收利息的事 咱就搞得很清楚 所以前面的四列 不再多说了 那接下来 咱们的重点就是 后面三列 E F G 怎么填呢 先说E E呢 他说的就是这个 金融资产 他的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 这是题目中给的 题目中给的 1200 1300 1250 你看 金融给的 你把它拿过来嘛 抄 抄过来 抄过来以后呢 那您最终 是不是就是得让 这个金融资产 的账面价值 反映为 1200 1300 1250 1200 等下这个去反映啊 那我问你 在你调 供应之前 这个金融资产 它是多少钱 调供应之前 它是不是就是 1041 对不对 调供应之前 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1041啊 这不是您通过 去年利息 A加B减C等于D 去年出来的吗 1041 那调供应之前 是1041 您调完之后 您想让它变成1200 所以您应该调整 增加多少 是不是从1041 调整增加到1200 所以加多少 是不是加159 那这就是 我们要调的金额呀 159 这就是F了 我们要调159 我们之前调过吗 没调 没调过 那今年就调159就可以 再说第二年 第二年我问你 您在没有调供应之前 您这个 其他在级投资的 账面价是多少 是不是1086 是不是1086 您在调之前是1086 那 等一下啊 我认为 你 我认为 你 你 有没有调侠的 你 有没有调侠的 你调之前是1086 你想把它调整成多少 您是不是想把它调整成1300呀 你想把它调整成1300 那你一共应该调多少 是不是就是把1086调到1300 你一共应该调的是214 一共要调214 你之前已经调了多少 你第一年是不是调了159 是吧 你第一年是不是已经调了159 所以你第二年还应该再调多少 是不是再调55 这个G就等于本期的F减去上期的F 就是214 它就等于上期的159加上本期的55 所以本期应该调55 再来看第三年 第三年你在调公运之前 它是1136 调公运之前它是1136 那调公运你想把它调整到1250 所以一共应该调多少呢 一共应该调的就是114 一共要调的是114 那之前已经调了多少 是不是已经调了214 已经调了214 所以今年还应该还应该再调多少 那就应该往回调100了 所以是负100 往回调100 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我们调之前是1191 我们想把它调整成1200 那我们就应该一共调整增加9万元 一共调整增加9万元 我们之前已经调了114 所以今年呢 那就只能往回调105 也就是说 这个F反映的是 累计我们要调公运的金额 而G反映的是本期要调的金额 我们进行责务处理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本期要调的金额是多少 您把这个计算出来 那么 您这个账务处理就可以了 第一年 您借其他债券投资 公运价值变动 这个明细要写啊 然后再其他综合收益是159 就这个G的金额159 第二年 借其他债券投资 公运价值变动 这个明细要写 然后再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55 这个金额 每年都是一样 只要把这个表写出来了 然后后面每年 把这个科目先付出粘贴了 然后把这个金额改一下 因为第三年和第四年 我们是往回调的 你看这是负数 往回调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是 带其他债券投资 借其他综合收益 第四年也是往回调的 带其他债券投资 公运价值变动 借其他综合收益 是105 好最后呢 就是出售了 出售的话呢 我们是第二类共产嘛 我们持有他的目标就是 既想收不收息 又想 适时的出售 然后取得更高的回报 所以呢 我们就考虑出售的话呢 出售所得价款 与账面价值这样的差额呢 要进入到投资益 出售收了多少钱 我们借银行存款 然后把账面价值给他冲掉 包括他的各个民息 成本 利息调整 应激利息 这是到期次 还本复息的时候用的 然后过去价值变动 这是他的余额 把他账面价值给他冲了 然后差额呢 进入到投资收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这是我们之前在调公云 以及提减值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那个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因为现在我们的 其他借鉴投资卖了 所以我们之前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呢 也要给他转出来 转入到投资收益 转入到投资收益 那我们应该是 借其他综合收益 带投资收益 有可能是反着的 就看你之前调公语识 调到哪了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的余额 在借房还是在贷房 结合着刚才咱们教题 咱们来看啊 我们提问中谈到了 我们是把这个债券呢 是1260给他卖了 借银行存款 1260 然后把其他这些投资 他的账面价值给他 宗旨确认了 包括他的三个明信 包括他的三个明信 成本是1250 这个是不会变的 利息调整呢 是59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算 有东西可能就是 在写这个明信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利息调整 是多少钱了 刚才我们在讲 债权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讲这个利息调整 这个明信 这个余额是多少 你怎么算 你怎么算 你可以去倒击 你也可以把值钱利调整的 这个明信的 每次做的时候 这个金额呢 都去给他 扎一下 第三个 供应价值变动 供应价值变动 这个9万元 这个表格中直接有 你5年一共调了多少 你之前累计调多少 是不是就这个数 我们这个F 算的不就是 累计调金额吗 就是9万元呀 如果第三天 你摸的就花 就是114 所以这个供应价值变动 一定是9万元 这个更好算一些 那如果说这个 你知道 成本你也知道 您这个利息调整 可不可以倒几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您这三个数合起来 它一定是多少 它不就反映是 它的供应价吗 在你卖之前 你反映 这个 其他这些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它的供应价值是多少钱 不就是1200吗 对吧 您不就是把它调整到 它的供应价1200了吗 所以他们三个合起来 一定是1200 那你这个利益调整 就可以倒几出来了 或是你按之前 你做的这个金额 你去加 也可以 这第一步 我们把收到的 你按存款和 账面价值间的差额呢 确认为投资收益 是60 第二步 是把之前 确认的其他中收益 现在呢 余额要给它转出 转到投资 收益总局 是9万元 那这个9万元是什么 这个9万元 不就是你调供应调的吗 您之前调供应 你不是累计调了9万元吗 所以这块就是9万元 这块也没有 涉及到减值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9万元了 如果涉及到减值的话 您借了 信用减据损是 带了其他中收益 那个其他中收益 也得转出 那这块没有 好到这呢 我们第二道题目呢 也就说完了 其他这些投资 这块其实就是在 债券投资的基础上 我们又多了一个 EFG EFG 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调供应 单独去调就可以了 而除此以外的 其他问题 都和债券投资是一样的 包括它的初始计量 包括到底什么时候 用应收 什么时候用应计 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这题目 自始至终没有考虑减值 对 因为我们减值的话 是后面会单独 讲到三阶段简直模型 所以在这块呢 我们不详细的介绍 简直的问题 后面我们也会单独的讲 三阶段简直模型 它的简直还是比较复杂的 会单独的讲 就不在这块 多做介绍 好 那么到这呢 咱们就把前两道题目呢 都给大家讲完了 后面呢 还有三道题目 相对来说呢 要比前两道题目 要简单的 多的多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 后面不用那么大压力了 然后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然后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以说一说 回去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先把 债金投资和其他债金投资 题目呢 可以先做一做了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讲了 金融资产的分类 这块的考题呢 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先做一做 然后后面我们要学的就是 交易金融资产比较简单 其他权益 公寄投资呢 也比较简单 但是难点可能就在于 呃 我们学的比较多了以后呢 大家就比较容易混 比较容易混 后面就会简单一些啊 其实我们今天 讲的可能最难的 大家就会觉得是这个 其他债金投资了 因为它是一道 EFG的问题 然后累计调多少 然后我们当期应该调多少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金融资产 学完了以后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 然后总结 可能大家觉得很有必要 因为学多了以后容易混 是不是 这个表要记下 刚才那个表是吧 刚才那个表你们讲义上是有的呀 是有的呀 没找到今天的讲义 讲义在预习讲义里边啊 预习讲义里边 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几次课了 咱们已经上 今天是第十二次课 十二次课 你还没有找到讲义的 那你前面的十二次课都是咋听的 嗯 啊 为什么供应价值以期末探移成本的差额是累计变动额 因为我们在调供应之前 我们是先按 实力法 进行期末探移成本的一个调整的 所以我们在调供应之前 我们在调供应之前 它是一个探移成本的金额 我们要把探移成本调整为供应价 那就是 累计我们要调整的金额了 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调供应之前 它反映的就是一个 探移成本 按照实力法来探的嘛 那我们在调供应调多少 就是把它的探移成本调整到供应价 这个是讲义的下载位置啊 讲义的下载位置 就是你点这个预习讲义 下面就会 弹出来我们整个金融工具 这一个专题会 一级会讲五次课的整个一个 呃 专题的讲义都在这里了 都在这里了 你一次性把它下载了 然后后面几次都不用再单独的下载了 考试的时候画表来不及 你来不及的话 那就说明你要成为别人考试的分母了 因为别人都能来得及 课后作业什么时候发 课后作业是我们上班了以后 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话呢 是九点上班 上班了以后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发 因为它是一个人工操作 不是一个机器操作的 所以是在第二天上班了以后 这个扣作业就会出现啊 对呃 还有朋友说不用画表列几行数就行 对我之所以给大家列出来 表示大家会觉得更清晰一些 但是你其实熟了以后呢 你只要自己在你的草稿子上列一个 A加B点C等于D 就简单的一个草稿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来吧 我拿尺子逼着画几个横线 再画几个竖线 画的规规整整的 就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其实你熟了以后会觉得很快 会很快 我们的经讲每节课 每节课 然后后面都会有对应的客户作业 大家一定要去做啊 一定要去做 对 客户作业是在提库里我们的豪华输客包 基础阶段的客户作业 基础阶段的客户作业一定要去做 手机APP里面有 然后我们电脑端也是有的啊 也是有的 我们每节课后面都会有对应的客户作业 大家一定要去做 明天是几点上课 我再说一下 明天是下午两点钟 两点钟上课啊 明天下午两点钟 咱们基本上就会把金融工具的气量 简直从分类都找完了 所以同学们如果明天上午有实践的话 如果你们有试意懒教的话 可以先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复习一下 然后再把明天的这个讲义呢 先提前预习一下 咱们基本上明天就把伎俩简直从分类都找完了 明天下午是两点啊 明天下午是两点 呃我们你看 今天的话就是晚上上 下午明天就是下午了 两点到五点对 除了明天是两点到五点 后面还是晚上吗 那你就具体去看你课表通知 我不可能现在一下子把一年的都跟你说完 明白吗 具体去看你们课表的通知 你们不是有一个上课的课表吗 你就去看那个课表 为啥安排在下午晚上多好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微博群发了 是吧 用倩倩还倩 收收收代替表格 炒原狼你可以的啊 微博号就是李小微老师 我小微老师的微博就是李小微老师 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发一些 呃一混一错的这个考点 一混一错的考点 然后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这个微博呢 去把这个对应的题目做一个练习 就是很多同学反馈到就是容易错的 我会在微博上进行发 大家可以对应着去做啊 就是在我的微博上李小微老师 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最近呃几天发的都是同学们错的比较多的 都是同学们错的比较多的 你在看这个题的时候呢 你不要光看别人选了什么 有同学可能觉得啊 大家都选了那就是对的 不一定 不一定 真的是 发的是一混一错的 所以觉得大家错的多的 越是要给大家进行强调 那么具体的答案呢 是在那个评论区 所以你去看评论区 看评论区 作业在哪里看 作业就在你们那个客户端的那个提库里边 提库里面 你去找那个豪华收购包对应的 这个金属阶段的作业啊 包括我们前面投进盘产 以及这个金融工具 然后每节课 我专门给大家问了啊 就是每节课都会有对应的一个作业 大家 这个回头去做 然后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如果觉得普遍反应 哪道题都有问题 哪道题都不会做的话呢 也可以在课前呢 再给大家说一说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对微博是李小薇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啊 最后呢 再提醒一下 明天下午是两点钟上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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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